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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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到 水平的只是流体 在这样流 然後呢這兩個的叉中間呢是它流量 所以流量都是固定的 都是1111 這裡呢 有副的 所以水是往下流 然後這個跟這個之間差的是2 所以它的流量比較大 所以x方向速度比較小 y方向速度比較大 各位看看加起來 這兩個流場法加起來會形成什麼 就形成這個 我們來畫畫看好不好 首先 2x加y 可能通過0點 遠點 所以這一定是 phi是等於0這裡 那麼通過1的話 要0的話 所以1的話 這裡是1的話 y就是2 所以它一定通過 這裡 這條線叫phi 1加2 所以phi 1 1 1 2 可以吧 解法 解法 待會兒看 這個斜律是正 在斜律邊負的 x是1的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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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然後呢 然後什麼樣 I等於E Y等於E的話 X要等於E E的話 Y等於E X要等於E 這是什麼 對啊 就是那一點 就是那一點 就是01這個點 沒有 01 所以這是Y等於0 Y等於E的時候 然後 Y等於E的時候 X等於0 Y等於1 X等於0 就是等於0 不是0 我怎麼那麼笨 所以這也是一條線 好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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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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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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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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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Anyway 我們現在隨便找出一條線 這叫做 這個是 復號X加Y 這是我的條線 我可不可以求它速度 可以啊 我們把它對Y為分 多少 1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對X為分 代一個負號 好 這邊數目有點多數 但你可以知道 這兩個加起來就變這個 而且速度就是這兩個的速度相加 這個是我們的 不管是速度位也好 我的流線函數也好 最大的用處可以相加 那當然這部分 我就有辦法教了別人數據 是高等流體力學的 我上次跟各位解釋的 來 假設我有一個水平的流體 我的速度 U 等於大 U 所以這個的流線函數可不可以求得出來 可以啊 這個流線函數 它等於於 UY 推發出來 好 假設我像一個水龍頭 或是一個噴水的水管 平放在 XY 平面上 因此它就会像四面八号流出来 这个我们称为Source Source你这边围一个网 是不是它会求得它的所有的流量 我这里再围一个网 是不是也会求得它的所有流量 那么流量什么意思 速度乘面积 它这里围的网 它的面积多少 一公尺 单位公尺乘上它的圆周 所以越往外 我的速度越怎么样 越小 所以刚开始速度可能很大 到了越往外 越来越小 水越来越小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速度加好史来史 小到了大U 可能刚开始比大U要大 所以这里是大U 这里是大U 就到这里 它变成什么点 第一个人 新似点 十字点 英文是什么 十字点 英文是什么 Stagnation Point 加十分,一半 照理講,我一分都不加 好的,到了實質點 這個就是變成我的真正流場 它會停在這裡 那你看其他的線 其他的線呢,也會因為這個流線 會造成 而這一點呢,也是一條的流線 而這些流線怎麼做 就是把第一個 這個的phi1 把上這個source 我也可以寫成phi2 怎麼樣 真正的最後兩個合起來的流線 就是這個嘛,這兩個加起來 我現在沒有教你的source 它的流線方式是什麼,我不教你們 我只告訴你一個概念 那麼這很多的流線 都是真正的流場會產生的 那這裡面流線呢 這裡面這些的沒有太大的物理意義 但是這個有非常重要的物理意義 這個流線在外面,對不對 這就是 它的解就是 就這些 這個的流線跟這裡的流線 OK,所以這個流線我們可以求得出來 那這裡面 這一個最外層的這一個 是最重要的一個 它有物理意義 我們曾經說過 流線的話 它有切線的速度 會不會有垂直的流量流過 所以流線即使是一個虛擬的線 可是它在流線裡面 就像銅、牆、鐵、壁 所以這一條流線 是不是就是一條銅、牆、鐵、壁 你才把這個當作我的 潛水艇的前面前端 它前進的時候 我就流水流過去 我要知道這裡速度多少 這裡壓力多少 這裡速度多少 這裡壓力多少 我可不可以由這個 新的流線函數來分別做微分 求是它的速度分量 然後我們又知道 它假設是一個非旋轉流體 我們知道的速度 我們知道前面的壓力 這任何兩點都可以用 而 knowly equation做連結 所以你看它重不重要 OK 了解了這個 我們才真正知道為什麼要用 流線函數 為什麼我們要用速度微能 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差別是一個是三度 一個是兩度 兩個幾乎是雙胞胎 那麼流線函數有它物理意義 因為它就像流體流過一樣 速度未能是完全虛擬的 完全虛擬的 是我們人類製造出來的 OK 沒辦法查一下 好的 我們介紹完了 流線函數跟速度未能之後 咱們就要 咱們就要進入這學期 最可怕的一個方程式 就是怎麼樣用微分的方法 表示動量守恒 我們在第五章的時候 跟各位提過動量守恒的觀念 比如說這個房子 是我的控制容積 我只要知道流體流進來的 這個動量率 出去的動量率 O-I 加上這個裡面的動量的時間變率 等於什麼 你所有的force 好的 但是 我知不知道這一點 它的動量 這一點 它的速度 公共不知道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 用質量守恒同樣的觀念 我們把縮小到微小的一點 微小 任何微小 XYZ這一點 這是我的控制容器 我現在知道這一點 你在做什麼 這是XYZ 怎麼辦 我們就把這一點 給它放蕩出來 也用ois 也用ois 也用ois的觀念 來求出它的動量 那麼它的結果呢 就是可以適合任何的XYZ 代表我可以把整個位置裡面 任何一點的速度 可能還有壓力 然後假如說各位有興趣要研究 我們的能量守恒 用微分方法表示 這個我們第六章沒有這個能量守恒 為什麼 留給各位到下學期的熱傳學 熱傳學 第一框人士就是微分的能量守恒 就告訴你怎麼樣的溫度傳輸 這讓我們不討論 所以你們認真同學看完第六章 覺得很奇怪 怎麼這個質量跟動量的守恒 沒有這個能量的守恒 微分 這個要留在我們下學期的熱傳 好的 這是一點的 但事實上偉大的溫度傳告訴我們 它其實可以當作一個小小的六面體 好的 這是我的XYZ ΔXΔYΔZ 好的 中間這一點就是 我們假設是XYZ 好 因為它是動量 動量的話我們先看X方向的動量 它是三度空間 所以你一起看比較困難 我們看X方向 好 O是進出去的 出去的動量率 I是進來的動量率 好 什麼是動量率 我們之前 我們用公子龍接受 動量手龍 我們用M大 V Out 且M大 V In 還記不記得 這個 X方向的這個M大 V的In 就是M大 M大是 Rho U A 速度 就是U X方向 所以我可以寫成為 Rho U Phym A 這是我的動量 流進力 同樣 我動量流粗力 Rho C호 A 我寫的是一樣 但什麼不一樣? 位置不一樣 這個位置是在x的地方 這個位置是在x加 所以回到x的地方 所以再來由於我們的胎熱展開 這變成r0u0方 x加d r0u0方 dxdy 剛才要乘上面積A了 好的 所以x方向o-i 一起來 乘上面積 面積可以回答 回答 好的 好的 那麼大家 因此類推 y方向 有沒有類似的 動量 o-i 來 y 加1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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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 d7 d6 d7 可是告訴各位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方程式 還有沒有動量的歐減來 還有啊 什麼地方 請問 V 這個速度它會不會造成 X 方向的動量 思考一下 我們下一節繼續